玩具TV第十四季第三集第四集 刚刚玩完这个SHF,今次也是继续SHF 蜘蛛盒的可动性高,其他系列没有那么夸张 不过今次要介绍的,比较少朋友喜欢的 咸蛋超人,我自己很喜欢的,因为今次要介绍的是In the Dark Side 如果大家有追看Youtala Mung,这次介绍的两集都是在同一集 Youtala 银河格斗,新世代英雄中其中两个入魔的角色 现在正在拍的就是Youtala Mung Great的Darkness 另外一个就是Youtala Mung X的Darkness 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两件事出来呢? 其实咸蛋就叫做做完Youtala Mung Tiger 中文其实我也在想,究竟应该怎样叫好 有些叫大河,就是跟着日本人的名字 有些叫泰家,有些叫大河泰家 很多是台湾语,我暂时就叫他做泰家 在泰家之前,也有一套叫过渡性作品,就是这一套 本身真的要说的是,Existing有些歹角 Tiger的主要歹角叫什么名字呢?泰郎的朋友,我又不太记得了 算了,不在骨折眼里考虑了 叫做利用,跟另一个曾经被超人太郎打败过的怪兽怨念体合作 而那个怪兽怨念体叫做Dark Killer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有一个很强劲的能力 就是可以吸收超人的能量 再将它黑化产生同样一个超人 而这两个,Existing和哲德,就是它的得意结作 当然,这一套短片里面,还有另外两个暗黑超人 一个就是Ock,一个就是Zero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这一套真心难拔 有机会可以再将它产品化了,再付钱 也不用考虑了 好了,现在再说一套东西了 或者可以先说一套Grid 它和原本的分别当然是颜色的 看到它魔化了之后,主要的着色都是用黑色、红色和蓝色的造型 我反而最欣赏的是它的头的纹路,感觉到它是很邪恶的 是真的入了魔化了之后,而本身它和原本的哲德的能力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真的说打的时候,其实本身哲德的其他变形形态都不够它抽 部件上,我想先看看 放心,它是绝对比原装的 少了什么呢 胸口盏灯 起码我就这样立一立 还好仍然有这个爆破光线 好了,真的说回这一套东西了 它和蜘蛛人比的可动性其实真的差很远 当然了,你说咸眼超人身,用得这么夸张,另当别论 头部的可动性其实也不错 向后 因为本身也有些位置会顶着 去到这里就尽了,但是向前撞就没问题 眼睛也是用透明件 因为用了红色的透光件,看上去的邪恶感就强了 那么 手肘 看上去的 都尽了 那也是那句,跟蜘蛛人一样 因为它也是用真人的皮套,变了在这个位置不能切 它真的说要 转左转右就是靠肩关节 和前面这一道 所以变了有少少 不是那么自然 但是说外形来说 就这样看 我都觉得它真的不是很多破绽,都出得挺漂亮的 好了,那 如果大家刚才看过Spider man,再看看咸蛋超人的话 会有少少分别 反而它向前屈,你一看后面的破绽位 就比Spider man更厉害 这里就凸了出来 向后就 都不错的 好一点 始终都可以说,SHF在可动性来说,虽极也有个限度 所以变了正常一般玩,其实也不会有太大分别 它这次的膝头膏,其实那个位置也摺得挺漂亮的 向前也能够超级90度的 向前也能够超级90度的 脚掌 也有一个关节 变了在 摆姿势时,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阻碍 也是那句吧,如果可以的话 配上帝座玩 其实也真是不错 很帅 好,看一下,既然是这样 也不差,马上弄一弄这个 光线发射 可不可以做一只手洗洗 可以配合到 这只左手 是 是 胡生都好,手型方面它其实也有很多给你选择 都整1,2,3,4,5,6 6队 3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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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队 变了想怎么放一些很帅的姿势都没什么问题 也是那句,如果玩得久的话,大家留意小心 这些关节就很麻烦 新买的问题不大 其实入魔的Ultraman Ultraman的死光是不是比较劲? 有没有分较? 其实原则上 它的能力值跟正牌的没什么大分别 不过它就用不了一些合体技 一些更加强的变身 那就不太好 所以 大点也好 它最好的优势就是 不会斩下斩下 其实已经差很远 一般的动作都做到的 所以变了 喜欢这套 Ultra Fight 确实是值得一入 好 其实都很厉害的 因为它这个激光件 其实都很重 它都很容易carry 它没有不举的 OK的 所以 很厉害的 好 搞完这个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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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变了入魔版 其实分别不大 巡礼又是动一动 不过我会动快一点 因为相信分别都 不是很大 但是多一句 其实如果说外形 和造型来说 X我自己都很喜欢 并且它自己在玩具来说 它因为始终可以和一些卡片兽 本身一些外置的装备 去一起玩 就变了 整件事又真的不同了 回来它这个 新屋前 背部的穿崩就没那么夸张 是 有一样东西要赞的 就是本身其实这一堆 SHF系列 它的脚掌的贴地性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变了你不用太担心 摆姿势的时候很容易跌 这些路路 虽然它的脚掌都是塑胶 整件都是塑胶 不会说有什么 金属成分 令它可以站得稍稠 但是就因为它的脚掌 不是很松 所以它固定 一讲草操就立刻崩了 先向前一点 就是你抹得开一点 其实它已经站得很稳 是 当然啦 其实如果纯粹想说 放多一点 姿势可以豪迈一点 不妨 跟着台座一起玩 那就完美了 好 都快一点 安装了一些工具 放上去 跟正版的 X一样 都是可以有这个Gamela夹的 好 真的安装了 其实我都不太记得 怎样 上去 不过 算了 没所谓 玩得开心就可以了 首先就要脱 脱了它本身的肩膀 然后就 放上去 它其实有两个压位的 你只要放两个压位 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手那里 基本上就脱了手形 然后插手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有个洞可以让你套下去 应该 是不是没分 没分左右 好厉害 可以打开 是啊 对 本身其实可以看里面有个洞位 一对上就已经可以了 而且它这个银色也挺可以的 虽然不是电道的顏色 但是这个银色 其实这样更好 相对性它的QC更容易控制 对 背脚的甲 本身背脚上面这两件都是软胶 所以装的时候会好一点 不会那么容易 弄坏 另外它后面就有两个 损位这样套下去就可以了 有一件事就是要赞一赞 本身X这个设计 如果真是针对出玩具 我觉得是比 其他 Youtaramong来得 多玩的 真的来得多玩的 我忘记了 应该要 因为它后面有两粒东西 应该要赞 我选的比较贫能 不要介意 通常Live都是 差不多的 德哥这个 这两只大概是什么价钱 入手 其实如果有订的话 我没有记错 都是四百多元 现在其实我看到 刚才行过信和 都有货的 亦都很坦白说 有多少人玩 闪闪超人在阴光 变了 如果有看到这套 Ultra Fight 我又觉得 真是进入手 都真是 不是什么 整个东西都 整个东西都 他那种邪气 这些路路 他都完全可以 做出来 所以变了 如果 来着 相信都不会说 特别有什么 类似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 都真是 绝对是值得 入手 四百多元 底玩 但是如果他这样 会不会上身 会太重呢 放姿势会有点难度 有点妨碍 但是其实玩X 我又觉得 他除了可以套这套甲之外 又可以套 这个 挪亚那套 性甲 另外本身 大剑那时候 还有另外一套 就是白兽甲 不同的电脑卡片 怪兽甲 可以安装 都是白兽 这一款的可换性 真是比其他 鹤蓝超人高 厉害 好 希望 Bandall会出现另外两个 入魔的 Youtaramong 我自己都喜欢 欧布的 我最喜欢的 鹤蛋超人 就是ZERO 那个入魔的版本 都非常棒 暂时玩到这么多 一会儿见 好 ! 老板 。